救護車來到高雄七賢民族路口 機車騎士聽到救護車的鳴笛聲 放慢速度準備離讓 一旁計程車速度不減 往前行駛 攔腰撞上救護車 事發第一時間 救護人員先關心車上的傷患 隨即請來另一台救護車 協助傷患到醫院就醫 幸好人沒有大礙 而計程車疑似沒有離讓肇事 來到屏東 位於屏東長治德鞋派出所 圍牆栏杆被撞斷 監視器拍下23號深夜 直請員警聽到撞擊聲 匆忙外出查看 一度擔心會不會是刻意衝撞 將警車移到派出所前阻擋 輕微擦傷的肇事駕駛 經過酒測 沒有酒駕 怎麼會衝撞派出所的圍牆 精神不計 駛上距派出所大門約20公尺 路邊至圍牆 該駕駛人輕微受傷 駕駛精神不計 準備左轉變成往前衝 幸好沒波及路過的人車 撞擊點和派出所大門 只有大約20公尺距離 差一點可能衝進派出所 令警方捏把冷汗 下地新聞黃啟超 朱駿捷翁 一位新居小組高雄屏東 採訪報導 總統 中文字幕蔡美 Kultur